有個習題就是按鈕按了鈴聲才會響 按鈕按鈕鈴聲才會響 其實我們是結合了兩個程式 就是有按鈕按的程式跟鈴聲響的程式 讓你看一下怎麼去結合 首先我先雖然答案在這邊啦 可是我要讓你知道一下我是怎麼去做結合的 剛講按鈕按了鈴聲才會響 就找這一個 好 我先複製 開個新的 好所以我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程式是按鈕按的 燈才會亮你看這邊是亮燈的 那我現在讓鈴聲響 鈴聲響我就要做什麼事情了 我要把左邊這個東西移到右邊 他怎麼移的 先分一下 讓你知道他在幹嘛 目前這是LED燈的 按鈕按了 然後那鈴聲會亮 左邊這個是鈴聲會響的 所以我要去 把這邊的東西移一下 首先你看一下在這個 setup之前他先設定一個變數 就是 那個 風明器的角位 所以 這一整行我要copy 複製 然後一樣貼上去 貼在哪個地方 順序沒關係 貼上去 所以我現在貼的東西 這個就是風明器的角位 接下一個 這個是設定風明器 是輸出 複製 貼上一樣是setup裡面 所以我就在這裡面 貼上去 貼上去就發現 這邊怎麼有點空格 沒有辦法組合起來 沒關係 自動排版 工具有個自動格式化 打錯了T 就自動排版 下一步我們剛講是按鈕按了鈴聲才會叫 按鈕按了鈴聲才會叫 剛講叫的時候就是 這一串 這一串在叫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整串複製下來 按鈕按了鈴聲才會叫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按鈕按了之後燈會亮 就在這底下 放進來 Ctrl T 看一下 讓你看不看得懂 我們剛加的是哪個東西 這個是那個 風明器的 還有風明器在這邊 然後呢我們在 按鈕如果按下去的時候 除了LED燈會亮以外 我們在另外多了這一串 那這一串其實我們可以把 這個改少一點 比如說 靜音 靜音一秒鐘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 因為我剛是新的答案 所以我一定要先儲存 如果你沒儲存 他也是會叫你儲存 儲存 那我就 自己儲存一個自己知道的 存檔 存檔之後 我們要準備上傳 等一下 這也不算喔 好 就蛋了 還在編譯 好上傳中 上傳完畢 上傳完畢 這個習題要做的事情 那請你就自己組合看看 自己試著去組合 把兩個程式組合起來 因為我們後面的 幾個習題都會組合兩個 甚至到三個程式 你要去把組合起來 所以一定要在這邊 自己好好練習 記得 這就是風明器的 比較困難的習題 從這邊開始就開始有困難了喔 加油 我生意 我生意 我生意